民國112年3月28日 馬英九前總統率馬英九基金會同仁與同學 建業南京中三聯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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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12年3月28日 馬英九前總統率馬英九基金會同仁與同學 近業南京中三聯 致詞全文 各位同仁 各位同學 國父孫中三先生畢生領導國民革命推翻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各地培館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國父對中國史史無前例的偉大貢獻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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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张是和平奋斗 振兴中华 把中山先生当年的遗言 也涵盖在内 顺叛两岸共同努力 追求和平 避免战争 致力振兴中华 这是两岸中国人 不可回避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 谢谢大家 第一站到中山林 包括登陆之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我可以说非常的兴奋 因为国父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而且他对中国的贡献 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也无与伦比 因此我非常的开心 请问您最希望 直视随坛的台湾青年们 收获什么呢 我们希望他们深入了解 国父的生平 还有两岸的关系 认清楚两岸一定要走向 和平奋斗 才能够振兴中华 请问您到目前对于大陆的接待方面满意吗 非常满意 超乎预期 整体的感受如何 参访包括从上海到南京 整体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觉得让此行收获丰硕 我们看到 大陆的朋友非常热情 大陆的民众也对我们非常欢迎 这是一个好现象 我们回去之后 会把他们的好意转达给台湾的人民 在南京祭拜的中山先生 跟台北祭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还是不一样 因为毕竟中山先生的灵情在这 但是精神是一样 大家都遵从中山先生 愿意实现他的 他遗言是 和平奋斗救中国 我们这边提出来的是 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其实用意是一样的 那您来到这里会觉得 更加有历史责任感跟使命感 对对对 我们可以说是看到 这个国父受到这样的尊重 我们也感到非常欣慰 大家一起努力 请问您刚刚提到超乎预期 是哪些方面是超乎预期的 这个就是说大家对我们的 这里的欢迎 马先生您希望那个青年一代 从那个孙中山先生传承什么样的精神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就是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两岸一定要追求和平 否则的话双方都没有前途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顺着顺着 孙中山先生比我大98岁 他在1992年 成为东方美国领事大湾 我在这个 120018年 也是查了这个 92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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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